大家好,我是格子,我那个草缸已经有20多天没有换水了 那现在草缸的状态还是比较糟糕的 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现在情况 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草缸表面上看的是挺好的 但是其实大家如果注意细节的话会有很多问题 大家看到这个叶了吗 这个远处的这树叶呢 都这样了 都溶水了 还有这个过滤器这块 已经疯疯疯的在响了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由于这个长期的不换水 导致这个水的这个皮尔值 发生了这个巨大的改变 然后让这个很多水里的植物呢都溶水了 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树叶呢 有很多的枯黄了 甚至中间的都没了 这个呢就是由于这个水呢 变酸了导致的 而且长期不换水呢 对这个过滤器呢 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因为积攒一定的垃圾之后呢 过滤器呢会有响声 甚至严重的时候呢 还会把这个过滤器给堵上 停止工作 这样对草缸还有鱼的危害呢 是非常大的啊 所以建议大家呢 不要像我一样啊 因为我这头比较忙啊 所以呢 只能十天左右换一次水啊 这次呢拖子比较长啊 都拖到二十天了啊 一直因为忙啊 一般情况下呢 像这种草缸啊 养这种淡水热带鱼 七天左右换一次水就OK了 好那朋友们 你们赞同我的观点吗 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留言区留言 咱们相互交流 喜欢就关注隔的 关注隔的每天都有新件事 好那这期的视频就到